当然对于下面我们新闻当中要说的这个宝藏女孩来说 未来更是了不得了 她那属于巾帼不让须眉 甚至让须眉甘拜下风 一点都没错也不夸张 这两天深圳一所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和维修专业的学生 古惠金刷屏了 她在几乎都是男生参加的广东省汽修大赛里 拿了个一等奖 而且她还是第一个参加这一项比赛的女生 获奖了 在不少人的眼里 那都是又脏又烈的气修 还能问男生专属的工作岗位 而这个17岁的小姑娘古惠金打破了这个刻板的印象 对 古惠金她参加的是汽车机电维修赛的项目 她说其实参赛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但是自己不能退缩 只能是通过一遍又一遍的训练来精益求精 四轮定位 故障诊断和发动机的拆装 维护和保养 还有排线路 这一系列繁琐的操作每天都在练 这日复一日的深功细作 让她最终是斩获了省赛的一等奖第三名 不仅如此 她还在这项比赛当中刷新了全校记录 没错 她做发动机拆装赛项目 总共用时26分钟 比全校以往最好的成绩还少了半分钟 谷慧经说这个成绩她自己也是挺意外的 而对于气修的热爱也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这样我们来听听她的新声 汽车轰鸣的声音在我耳朵里是很动人的音符 汽油的味道我觉得也很迷人 我感觉它们有种独特的魅力在吸引着我 在学习过程中 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学习电路图 比如开始学电路图脑海中是没有概念的 老师怎么讲也听不太懂 而且气修是个脑力体力并存的活 体能方面女孩子往往是吃力的 所以我也经常运动提升自己的体能 很多人觉得气修是男生的职业 这种想法太刻板了 女孩子学气修也有着自己的优势 比如对细节的处理会更加细腻 我觉得职业是不分性别的 那这样之后自然很兴奋也很开心 但更多的是证明了自己 证明了女生也能行 小姑娘啊真的特别棒 她说她不在乎外界的声音和看法 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 而且越深入学习她越喜欢这个专业 其实她的家人吧也是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现在的很支持 教练对她的评价就更高了 说在气修专业当中女生本来就少 愿意坚持训练的女生更是凤毛麟角 其实啊你想想脱下工装 古灰心呢她也是一个爱美的女孩 她说自己呢该玩玩该学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平时呢喜欢下象棋逛街摄影也最喜欢打扮自己 对我跟你说她还拿过2020年广东省校园摄影大赛二等奖 人家绝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姑娘 哎呀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可言可甜又酷又撒的小姐姐 这是一个真的宝藏女孩 下期再见